有些同学跟我说 他说我很快死 他可能40-50岁 我都很快死 我60岁就死了 那你60岁就会死 用脚趾工去看自己的人生 你们可以尝试一下 你们可以尝试一下 你的脚趾工是怎么看你的 你的脚趾工是怎么看你的 然后慢慢 你的手指是怎么看你的 你的脚趾工是怎么看你的 你的肩膀工是怎么看你的 他有没有说话跟你说 你的肩膀工有没有说话跟你说 可能他会跟你说 不要再背那么重了 我受不了你 你的手不要抵那么高 你有50岁 你的眼睛有没有说话跟你说 你的耳朵有没有说话跟你说 人生我们习惯了太久 肖白纳知道这个音乐家吧 90岁他还搬屋 他还在搬屋 为什么天人问他 你住得这么好 你家用了这么多时间去经营 去装修 去摆设 去布置 你家用了这么大年纪 你为什么要搬屋 我们这个小镇不好吗 我们这个村落不好吗 为什么你要去搬屋 他说因为我去到隔壁村的时候 看到 他的坟墙 你知道外国的坟墙很漂亮 去看 他说那个人的无字名上面写着 他说可惜我死的时候只有一百一十多岁 因为他们的村的人 大多数都是一百二十岁以上 甚至有些地方是一百八十岁的人都有 他说可惜我死的时候只有一百一十多岁 他说 我如果还有一百二十岁 即我还有三十年 我还有三十年 难道我这三十年还住在这个地方? 人生啊 不要让自己老得太快 这个老不是你年纪的老 是你心态的老 你已经接受了自己老 接受了自己老的人 即使我给你多少新鲜的东西 你去尝试 即使我给你更多东西的机会 你首先 你会用老来做一个借口拒绝 老是我们最大的借口 哎呀我年纪很大了 我不试这些东西了 老是我们人生最大的借口 它会成为一种障碍 你说老师我已经四十几岁了 不可能还去拍拖找男人 我就算了 四十几岁单身还是单身 你到七十岁还可以去找男人 因为你心太年轻 你说哎呀被人笑 哎呀生得出了 四十九还可以生 不知丑生到四十九 你还可以生 对吧 什么叫不知丑 这些是古人说的说话 你有生命力的 你有动力的 你怕什么生 你不要让自己的意识形态 和周边的意识形态 束缚着你自己 甚至你不要让所有的 就是家里 就是以这个做搬屋 做一个例子就已经够了 我的中市老师 我中学的时候的中市老师 他在沙田第一城 有一间屋 那间屋 就是用来放一些他不用的东西 就是两夫妻不用的东西 他太太就是我地理老师 他就是我中市老师 两夫妻在同一间中学上教书 连连搬屋 每年都搬一次屋 所以他很轻骑 他有一间屋 三年第一城 就是用来放那些 不经常动的东西 可能他年轻的 两夫妻的结婚相 或者等等的东西 总之不动的东西 当作迷离仓用 接着就连连搬屋 我以前不明白 我以前不明白 因为我这个老师的样子很老 OK 他的样子很老 原来他实际年纪不是那么老 我以为他就来退休了 一两年就退休了 是不是学校可怜他 让他做到六五岁 那些这样 原来他只有四十几五十岁而已 不知为什么 有些人是生得老一些 好了 他的思想是很年轻的 很年轻的一个人 为什么可以保持到这样 到我现在讲课 我看回头 我才知道 为什么他可以这么健康 为什么他可以这么有活力 等等 原因就是 他让自己年轻 人习惯了 他就会老 习惯就是令我们老的其中一个原因 习惯了你生活的环境 习惯了你家屋里面 你的摆设房在哪里 习惯了你的圈子 习惯了你的生理时钟 一切你都习惯 当一有不习惯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 四字乘语有四个字叫什么 无所适从 你会有很多不习惯 甚至你会去 譬如你去租酒店 你首先会打到酒店 问你用哪个枕头 什么人都有 你这间酒店用什么枕头 有什么枕头让我选择 这个世界什么人都有 那我就值得 我就直接带我的枕头去旅行 我的行李箱里面 就永远有我的枕头 因为我的枕头很便宜 因为我的枕头很便宜 就是IKEA那百多元的枕头 因为我试过所有枕头 几千元的枕头 都不及一个现在家居 那百多元的枕头 那么好用 所以我去到哪里 都带着我的枕头 因为去到外国 或者去别人家 如果我住得久 如果我怕睡不惯 我带着他 这些都是我执 这些证明我的人生 没有什么弹性 我以后要改了 下一次我去旅行的时候 就不再带我的枕头了 好吗 看看我可不可以做到 习惯令我们缺乏弹性 人需要弹性 你的血管也需要弹性 对吗 血管没有弹性会怎样 会爆血管 人生最怕没了弹性 弹性是什么 弹性是什么 人们常说弹性弹性 什么是弹性 弹性是什么 弹性就是 你无论在高位还是低位 无论你是谁 我将你放在任何一个位置 你都可以 这个叫真可以 譬如举例 你现在做到公司的高层 甚至你是官 你做到副局长 甚至你做到局长 但是因为突然间 你下面没有人用 有很多情况发生的 你去外面开会 突然可能你的副手等等 突然间就弹性 有意外或者有些事情 帮不到你 你要做到他那份 你需要吗 如果你是有弹性 甚至你要完成这个任务的时候 你可以 譬如你是做部长的 你在酒楼做部长的 哇 踢了档就很好 限聚令取消 个个脱口罩 喝一声去吃饭 你在做部长的 和客人表现 突然间说 喂 厨房不够人 不够 立刻拿起手 就进去洗碗 你行不行 这个就叫做弹性 所以没有弹性的人 他会有一个特色 他身上会有一个气 叫做怨气 对吧 会有怨气飘出来 很远就会见到你 很远的 你在街头 我在街尾 我见到你都掉头走的 为什么 因为每一次我 见到你的时候 你就会跟我生 你生活里面 有多少的不如意 你生活有多少人欺负你 有多少人做得不好 对吧 那个先生对你有什么 可能你不一定怨人 你怨自己都是怨的 为什么你会怨自己 又把你小时候的经历 拿出来 那套犬又说出来 我小时候单亲家庭 没有啊 没有啊 没有转读书 又念经 念经式 从此有座山 山上有座苗苗苗 苗里面有个老婆 所在讲故事 从此有座山 山上有座苗苗 苗里面有个老婆 所在讲故事 这套犬又打出来了 听一次 哦 是呀 你这么惨啊 哦 听两次 哦 我都知道你很惨 听三次 你还是这么惨啊 那就算了 哦 我来吉地了 大家拜拜 又无缘了 就是这样 慘不要紧的 人每一个人都有惨的东西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故事 没有人谁比谁好 也都没有人谁比谁惨的 因为大家面对的困难 因为大家面对的困难 都觉得困难的时候 就是很困难的 大家 你明白吗 有些人没有一元都觉得很困难 有些人没有五千万才觉得很困难 其实也很困难 就是 每一个人面对的困难是同等的 没有谁比谁好 你不要想着人家有多好 每一个人都是同等的 肖伯纳这个故事说 他们相信 这条村的人 他相信他120岁 所以他们活到120岁 你相信你能够活多少岁 有些同学跟我说 他说我很快死 他可能四十多五十岁 我也很快死 我六十岁就死 那你六十岁就会死 你说好人为何坏人 好人都是这么短命 坏人都这么长命 因为坏人他相信自己120岁 OK 所以 他是想出来的 OK 是可以的 所以同样道理 你多少岁 其实不需要问你多少岁 我看你的样子 我就知道你多少岁 我看你的样子 我就知道你活到多少岁 你说这么厉害吗 你神算了 不是 是你告诉我 你的身体 就是你脑里面的样子 你的身体 其实就是你的镜 你想有多少岁 你就有多少岁 你想健康 自然会有健康 你想快乐 自然会有快乐 但是问题就是 我们经常觉得自己有病 我们经常觉得自己有问题 所以越想越有问题 越想越有病 这个是我们最大的问题 身体呢 很特别的 半年一个样子 现在你看医学报告 是不是 已经说七日来福 每七个钟头 每七分钟 每一个星期 你的身体都在变化 中医说 如果你不吃药 自动的回复 一个感冒 需要多少天 是21天 为什么不是22天 不是20天 或者不是30天 而是21天呢 这个就是我们身体的变化 叫做七日来福 现在医学报告 现在医学报告说 一个全身的你 是什么时候 是半年时间 由半年前的你 到半年后的你 完全的改变 每一个细胞 是用半年时间 所以 你修行半年 你就可以有样子看的 半年一个样子 半年一个样子 甚至 21天就是一个样子 你是什么样子呢 你看看你旁边的同修 半年一个人 看他拍小拍 你觉得完美了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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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 对 对 对